今天来到这个展厅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珠宝品牌 它有那么多特别美妙的历史 Shanmay在这个展览里告诉了我们 好像一个人一生的智慧 就是它有历史 它有来处 它有情感 它有我们人生所相遇的美妙 然后它有自然 我们在自然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天与地的灵气 这三个层面我们都可以在Shanmay的展览当中预见 也许你走出这个展厅 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也许有了新的开启 出乎意料的好看 出乎意料的散溯 这个展览既有那种古典的历史的美 又一下子参阅到了整个的现代的科技的这种震撼 这个是不可以于说冠冕大师这样的称号 它的技术 它的设计 它的美感 审美等等 都已经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让我们喜欢 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向往最重要的一种品格 这也是一种爱的传递 展览的形式是特别丰富 有很长的历史的品牌 用这样的特别现代的方式来做一个展览 这是我觉得特别有这个品牌创造的过程 让我特别有共鸣的感觉 珠宝设计一定是艺术 电影也是艺术 全世界的美都是共通的 我觉得这个展是一个特别年轻有活力 但又有永恒和美丽的展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尤其是年轻人 这个品牌呢一直是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 它穿越时空 不仅连接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和设计风格 其实也在连接着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珊妹的精神 它是可以激励更多的现代人 得以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之中寻找自我 去保持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 今天看完整个展的感受 就是觉得走到了珊妹的一个宝藏地 如果你想要欣赏珠宝 又想要了解珊妹背后的故事的话 一定要来 珊妹每年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惊喜 都是从经典走向未来 珊妹的这个历史长河中 她不断地继承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艺术之美 创新之美 她是珠宝界的顶级影射 冠冕大师 蓝雪贵族 我看完这次展之后 我感受到一个词叫传承 她传承的一种精神 她的风格 她真正的财富 传承到了下一代 我也看过不少珠宝展 但是我觉得能够被称为 就是珠宝界的艺术家的 只有神美 这绝对是一次沉浸式的体验 今天来参观上美巴黎 这样一个冠冕奇梦的展览 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也告诉你的是 她对于一个潮流当中 不断在变化的美是什么 感觉就是到了一个艺术的博物馆 看到了非常多真品 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品 我觉得在审美这方面 也可以从小培养的 这次海报其实是一个妈妈 拉着一个小朋友的手 对 它其实是一种传承的寓意的表达 希望大家在这个里面找到了 美和艺术最好结合的一种体验 希望我们大家呢 都能拥有心中的珠宝 心中的皇冠 我想真正的冠冕大师 它的美感和力量感 应该是穿越时间的 而且真正冠冕的力量 可能让人除了在感受到美之外 还能感受到一种责任感 我觉得这些都在上美 就哪怕你去看它200年前的作品 然后一直到当今 就是延续了它的血脉的这些作品 都能感受到这种美感和力量感 这个展览是我们音乐区中的巨演魅影 所以一定要来看 特别特别好看 就我在小妹的设计里面 看到了那种设计师的感性 日出的那一瞬间 它是如何感动你的 用最坚硬的这些宝石 怎么把这么感性画面给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方面小妹真的是名副其事 建议女生们都可以来看这个展览 因为你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 如果能抽出一个小时到这里 就可以做一个超级超级美的白日梦 Chemin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品牌 这个皇冠 以前是女王可以穿戴的 现在我们年轻人当代的女性 也可以佩戴这个皇冠 会让我们更有自信 Chemin是一个当时无愧的冠冕大使 这个品牌沉淀着非常非常厚重的情感价值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展览 一件珠宝 内在里最值得来看的价值 欢迎大家来到Chemin的这一次大展 然后为自己的人生自我加冕 Chemin一直都是冠冕艺术的领路者 非常的了不起 我结婚的时候就定着 Chemin的约瑟粉冠冕的戒指 小小的冠冕戴在手上 非常的好看 而且在我女儿出生以后 我也希望将来能把我这个冠冕戒指传给她 这个小小的戒指也代表了我对她的爱 而且有可能会传到更远的未来 冠冕它其实也有这种传承的意义 我特别喜欢薯妹CEO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 当你戴上薯妹的珠宝 你就会成为传奇的一部分 上美的这个一个创作的核心 是做诗性的珠宝 那这种诗性的珠宝 它不单单的是自然元素的重现 它在背后有更多的折丝 然后通过这些材料 通过创作的方法 去把自己背后的这些折丝给表达出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上美确实无愧于冠冕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薯妹对我来说是巴黎殿堂级的一个珠宝艺术世家 特别多元素多文化 我觉得有性格的女生都会选择薯妹的 这一次的展览是非常盛大的一个关于薯妹历史的展览 并且非常的梦幻 在241年之前 薯妹就为拿破仑家族来做皇冠 历经了200多年 她依然是全世界现在的真正的皇冠之王 我觉得在所有高级珠宝 这个殿堂级珠宝这个范畴里面 其实熟妹是特别独树一帜的 就是个性非常鲜明 这次大展特别亮点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更适合 就是心里年轻一代 希望大家过来看熟妹的大展 然后站在此刻看未来 站在未来看永恒